各位朋友大家好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临时抱佛脚 这里就改一个字送给习近平 可以说他临时抱军脚 这里的军就指的是军队 就是习近平要抱着军队的大腿抱军脚来帮他连任 那么习近平要抱军队的大腿来实现连任的话 不光是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对于习近平本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 为什么这么说呢 随着中共二十大的临近 习近平不但没有完全掌控局势的迹象 反而显示出他是越来越控制不住局势了 昨天习近平的亲信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 被李特强派出的国务院调查组查出了问题 要他对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负领导责任 被免去职务并且还要遭到行政降级的处分 这就明显表示出习近平是控制不出局势了 连他的亲信都照不住 不得不丢足宝具 那为什么这次习近平照不住他的亲信 但即使是瞒报的死亡人数是139人 这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去年7月当时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 还替北京洗地 说郑州水灾死亡人数是不可能瞒报的 这一次国务院调查组的调查结果公布之后 胡锡进也不得不承认说呢 郑州死亡失踪380人当中其中就有139人被瞒报 比三分之一还多 他就说感慨啊 瞒报在一些地方真是一个玩技 其实瞒报这件事本身不是问题 问题是有没有人去查你 因为中国的地方官员出了什么自然灾害或者人灾 瞒报灾情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如果他不瞒报会如实上报 那倒是真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瞒报不瞒报的问题差别在于你瞒报多少的问题 一般来说呢 上面有硬后台的地方官员 他们就敢于大量的瞒报 而上面后台不那么硬的地方官员呢 就不敢瞒报那么厉害 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敢如此大量的瞒报死亡人数 他就是觉得自己是习近平的亲信 后台硬没人敢查他 一般上面中央派的这个调查主呢 遇到那些后台硬的官员都是不敢查的 因为这些人惹不起嘛 你查他们得罪了他们自己麻烦会很大 所以一般的中央调查主下来调查 叫做走马观花嘛 象征性的去各地看一看 地方官员再给他们送一点礼 贿赂一下 这个调查就轻松过关了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 这次国务院调查主的人明明知道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是习近平的亲信 他如果去调查徐立毅就是等于得罪了习近平 可是这些人他们照样敢查徐立毅不怕得罪习近平 就说明这一次这个国务院调查主他们的后台也很硬 特别是这一次李克强坚持咬住徐立毅不放 一定要对他追责 这个国务院调查主在李克强的这个强力支持之下呢 也真是敢查徐立毅 终于查出了徐立毅的问题 就把徐立毅扳倒了 当然这件事情也是震动了习徐立毅的后台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一看国务院调查主居然敢查他的亲信 明摆的这些人就是不怕他习近平了吗 不怕得罪他习近平了吗 现在习近平的统治权利靠的就是所谓的霸道的方式来统治 这种霸道的统治方式就是要人家怕他 一旦人们不怕他了 他这个霸道统治就搞不下去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习近平就想到了军队 他就想依靠军队的强力支持来支持他继续连任 昨天习近平一口气提拔了军队七个上将 这是习近平不到一年之内第三次提升一批解放军的上将 而且这一次是晋升人数最多的一次 一年之内习近平已经晋升了16名的上将 这显然就是习近平要讨好军队嘛 他试图要依靠这些军队将领的支持 在军队的枪杆子之下让他得以连任 很多人说呢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句话本身没错 但对于习近平来说这句话他不成立 这是因为习近平要依靠军队来帮助他实现连任的话 事实上就会成为军人掌权军人执政 而军人掌权军人执政带来两个极大的风险 第一个呢是对中国这个国家的风险 第二个是对习近平本人的风险 先说军人掌权对国家的风险 古今中外不管哪个国家都是尽可能要避免军人掌权 大家都知道宋台主赵匡应杯酒士兵权的典故 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会尽量避免军人掌权 在外国也是一样嘛 因为我们对军队啊有一个特殊的要求 就是要求军人不怕死 军队的将领不怕死 而那种不怕死的人往往都是一些桀骜不驯 很难控制的人嘛 他死都不怕了 他还会怕你嘛 所以一旦那种不怕死的军队将领掌握政权的话 那就谁也管不了他了 皇帝也好主席也好谁都管不了他 所以这种军队将领掌权 他也不会治理天下 也不会治理国家 就会造成天下大乱军阀割据 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 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由袁世凯这么一批军人掌权 结果结果那就是一个军阀割据嘛 天下大乱 中国就陷入一场内乱之中 所以呢 一个国家由军人掌权的话 不管是古今中外 都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文革时期呢 毛泽东依靠红卫兵军队打倒了刘少奇 但也造成一个很大的副作用 就是造成了军人掌权 在1969年中共九大上产生的170名中央委员当中 职业军人就占了87人 是军人代表比重 占的九大代表比重超过50% 在九大之后呢 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班子当中 有24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班子 都是职业军人担任第一把手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中国上基本上就是成为一个军人掌权的 这么一个军人政权了 于是毛泽东也感到很大的威胁嘛 他们就要清理像林彪这样的职业军人 结果又造成了林彪叛逃 又等于宣告毛泽东自己搞的文革失败 不过到了最后呢 毛泽东还总算有一点最后的清醒 毛泽东依靠他在党政军中强大的威信 就逐步把这些军人就排出了政界 在1976年毛泽东死的时候呢 中国的军人可以说已经不再掌权了 大部分政权又回到了文人的手里 邓小平后来搞改革开放能够成功 一方面也是得益于毛泽东事先 帮他把这些军人都排出了政界 另外一方面 邓小平本人也是军人出身嘛 他曾经担任过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政委 所以呢这也是邓小平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 而华国锋这样的人呢 他根本就镇不住军队的 也是不可能长期掌权的 我们再看军人掌权对习近平本人构成的危险 习近平其实和当年华国锋一样 他在军队里面几乎没有待过 和军队里面的将领啊 没有个人感情这种纽带关系 当年毛泽东邓小平 他们具有常年军队的资历啊 和军队将领有共同在一个战号里面 共同战斗的这种个人感情的纽带关系 所以他们能够镇得住那些军队里面的军头 而习近平和军队里面的那些高级将领 并没有共同战斗的个人感情这个纽带关系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直接去掌控军队 习近平只能依靠军队里面的军头 帮他对实现对这个军队来实现控制 这一次习近平也是试图依靠军队里面的那些军头啊 来帮他镇压住党内的反对派 来帮他得到连任 继续担当中国最高领导人 然而呢 习近平要动用军队来镇压他的反对派 就必须要给军队降领他们政治权利嘛 一旦军队降领拿到了政治权利 你再想把他们赶走啊 那就是非常困难的 再说呢习近平在军队里面毫无威信嘛 如果习近平依靠军队降领帮他夺权 那军队降领帮习近平夺到权力之后呢 也会把习近平一脚踢开自己掌权自己当皇帝嘛 或许有人会说习近平提拔重用这些军事将领啊 这些将领就会对习近平感恩戴德 就会效忠于习近平 这种看法其实很幼稚嘛 因为人们在权力面前在金钱面前都叫做六亲不认 那为了夺权呢 儿子杀父亲亲兄弟之间相互残杀的事情是多了去了 所以即使是习近平提拔了军事将领 这些人习近平对这些军队降领是有恩于他们的 但是这些人一旦有了机会 看到能把习近平一脚踢下去自己当皇帝的话 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就把习近平一脚踢开自己当皇帝 毕竟谁都想当皇帝嘛 所以枪杆在里面出政权 这对于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 在军队里面长期打拼出来的人 这个话是成立的 但是对于习近平这样在军队里面根本就没有打拼经历的人 这个话就不成立了 习近平呢 现在是遇到了权力危机啊 他就要临时抱军队的大腿 要试图依靠军队来帮他实现连任 如果习近平试图依靠军队帮他实现连任 就会造成军人掌权 军人执政 这不仅对于中国这个国家十分危险 对习近平本人来说 那更危险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 和帮助 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